1984年,贺子珍遗体火化 在他的骨灰当中,众人发现了一些异物,十分坚硬 看起来像是某种金属 邓小平得知此事以后,迅速下达一道命令 决定贺子珍葬礼的规格 在毛主席等一众革命先驱纷纷离世以后 贺子珍就成为了唯一经历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 多年来,他为了革命尽心尽力奉献一切 作为毛主席曾经的伴侣 他的光芒并没有被主席掩盖 相反,她是一位独立自主且顽强不息的革命女战士 在她离世之后 众人在她的骨灰当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贺子珍的身上还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1984年,孔令华在家中接到了一通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上海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告诉他 现在贺子珍正在急救室接受抢救 只怕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 让孔令华愣在当场 挂掉电话以后 他连忙告知自己的夫人李敏 并且马上收拾东西 第一时间赶到了华东医院 贺子珍是李敏的母亲 是李敏和他最敬重的人之一 他对于这些晚辈来说 不仅仅是慈祥的母亲 更是具有优良品质的革命前辈 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夫妻二人在抢救室外一直祈祷 希望上天能够听见为人子女的心愿 再多留贺子珍一段时间 或许是母女之间有着心灵感应 在察觉到李敏夫妻到来之后 奄奄一息的贺子珍竟然睁开双眼 说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话语 他越是如此脆弱 李敏就越是心疼 他无数次渴望自己代替母亲承受痛苦 也无数次希望能够留住母亲 留住他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亲情 只可惜 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 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 为了革命操劳一生的贺子珍 最终还是在华东医院刻然尝试 李敏还来不及悲痛 就必须要为母亲处理后事 接下来的遗体告别遗事和遗体火化 以及追悼会都必须要按照的节奏举行 贺子珍遗体接受火化那天 他唯一的女儿李敏就守在火化炉外 心中痛彻万分 火化炉里面躺着的是他的母亲 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长辈 母亲离开后 他就真的成了孤儿 无父无母 人生没有了来处 遗体火化的时间 对于李敏来说非常煎熬 收拾骨灰的时间 更是把他的伤口丝的血淋淋 当时 现场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守在一旁 等待着为贺子珍收敛遗骸 他们发现 在一堆骨灰当中 既然存在着一些没有被大火烧熔的义务 了解几十年前那张救世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就意识到 这些义务是残留在贺子珍体内的食余片蛋片 这件事情 可以追溯到红军长征时期 那是1935年 红军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贺子珍作为优秀的革命女战士 在任何情况下都冲锋在前 不仅为大家扫清前进障碍 还帮助队伍当中的伤员和弱者前进 三月的一天 红军大部队正在停留休整 突然之间 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飞了过来 飞机身处高位 对地面有着极大的轰炸优势 只要锁定了某一处地点 他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往地面扔炸弹 红军战士们第一时间四散隐蔽 寻找遮挡物 很快贺子珍就与几位小战士一起找到了隐蔽点 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 他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在外面的空地上 一位担架员正冒着炮火的攻击 拼尽全力转移担架上躺着的伤员 仔细一看 那位伤员的一边裤腿空空荡荡 很显然已经结了之 目前无法自主行动 贺子珍正打算冲出去帮忙 突然敌人就加大了火力攻击 他还没来得及往外冲 就被一阵炮火给炸了回去 他停下来缓了缓 往外一看 悲剧发生了 那位抬着担架的战士 已经在敌人的轰炸当中壮烈牺牲 而担架上的伤员就那样暴露在空地上 随时都有可能被炸的支离破碎 贺子珍来不及细想 他凭借着本能 一往无前地冲了出去 跑到了伤员的旁边 与此同时 飞机上的反动派也发现了地面上的异动 他们马上聚焦目标 把炮口对准了暴露在外的贺子珍 察觉到敌人的意图以后 他毫不犹豫地扑倒在伤员的身上 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伤员 把一切危险都隔绝在了自己的后背以外 在他的保护下 伤员侥幸存活了下来 身体没有大碍 可是贺子珍 他的情况却不大好 众人发现他时 他的后背已经全部被鲜血染红 身上的军装也全部被炸成了碎片 医生为他做紧急处理时 发现他的后背一片鲜血淋漓 几乎没有一块好肉 医生就是想开刀 都觉得有些无从下手 那时候 阵地上各种医疗资源都极其紧缺 伤员一批接着一批的接受治疗 麻醉药早就已经用完了 他咬着牙 对医生说 既然我还有救 那就动手吧 没有麻醉药也不要紧 就这么来 我忍得住 那一天的痛苦 后来的贺子珍记忆犹新 他的嘴里咬着一块布 硬生生忍着开刀的剧烈疼痛 让医生把能够取出来的蛋片 全都取了出来 可医生还是说 我们这里条件有限 实在没有办法把蛋片全部取完 我只能为你做一些暂时的处理 确保它们不会让你的身体感染 凭借着强大的毅力和惊人的意志 贺子珍死里逃生 不过 蛋片的存在始终是个隐患 在此之后 他的身体虽然逐渐痊愈 但是隐患却始终存在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贺子珍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1937年 红军大部队已经到达了延安 革命前线也已经打响了抗日战争 此时的贺子珍时常在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 两年前的那一次重伤 还是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如果一直放任不管 他担心那些蛋片会在身体中作祟 影响他接下来的革命工作 这对于一个心怀伟大理想的战士来说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他告诉毛主席 他想要暂时离开延安 去往上海 去条件较好的医院接受治疗 把蛋片全部取出 此时的上海已经沦落为了日战区 处处都是危险 毛主席并不想让他就这么离开 可是贺子珍是一个相当倔强的女性 他决定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 他告别了毛主席 告别了刚刚才出生不久的女儿 只身一人离开延安 但是上海的情况 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 处处都是日本人的队伍 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 百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转到苏联 一方面 苏联的医疗条件更加先进 他相信自己的身体状况 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 苏联有着更加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经验 他也想借此机会好好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到达苏联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联系了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医生 可是医生却告诉他 你的身体当中现在还有十多枚蛋片 我们都已经扫描出来了 只是现在时间已经太久 他们和你的身体已经融为一体 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 也没有办法支撑医生把他们取出来 你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量跟他们和谐相处 医生的话给贺子珍做了最后的宣判 也让他无比失望 在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当中 他只能选择与这些蛋片共生 后来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贺子珍的预料 异国他乡实在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他被苏联人当成了精神病人 被关进了一座不见天日的小房子当中 他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控诉 在那些苏联人的眼中都成为了精神病人的无痛深意 直到王家祥夫妇到来 他的情况才得到了改变 他们好不容易才能见上一面 王家祥经过观察也发现 贺子珍根本不像那些苏联人所描述的那样疯癫 他的精神状况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只是因为实在被关太久 所以整个人显得有些唯靡不振 面对从故国远道而来的老友 贺子珍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回国 此时的他或许无比后悔当年草率之下做出的决定 后悔当年的意气用事 后悔自己没能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1947年 在老友的帮助之下 贺子珍终于坐上了回国的列车 为了解决身体当中的蛋片遗留问题 贺子珍不远万里跑到苏联 可却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他在异国他乡受尽苦楚与委屈 整整十年的时间 他终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 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但是贺子珍离世之后 党中央领导人会做出怎样的批示呢 不少中央领导 他们都知道长征过程中发生的那件惊险万分的事情 所以在看到骨灰当中的义务时 他们马上捂住了脸 遮住了自己满脸的眼泪 这些义务 让贺子珍背负了几十年的痛苦 但是如果时间能够回转 他一定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因为他是一名先进的共产党员 所以他无怨无悔 直到此时 李敏才从他人的口中得知母亲的过去 在他心中 贺子珍是最让人心疼的存在 现在看到这些大火都没能烧熔的金属碎片 他更是心痛的无以复加 在遗体火化以后 骨灰安置问题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上海相关部门无法自主裁决 毕竟贺子珍的身份太过复杂 所以他们选择将此事上报 层层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 听闻远方发生的一切 邓小平同志沉默了许久 或许他也在怀念怀念那个秋收起义中仅存的战友 过了一阵子 邓小平亲自做出批示 要求工作人员将贺子珍的骨灰送到一室 他说 你们先把骨灰送到那边去 我们所有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 所谓一室 其实指的就是八宝山公务当中 专门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 在这里长眠的每一位领导 都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 邓小平的一句批示 直接奠定了贺子珍葬礼的规格 很显然他代表党中央 给了这位一往无前帝女战士最后的尊重 在正式的一体告别仪式举办完毕以后 八宝山还举办了一场追悼仪式 那些无法来到上海的老革命 他们都聚在了八宝山 来送贺子珍最后一程 时间一年年过去 还在世的老革命 人数也是越来越少 他们之间的感情 常人难以理解 那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情 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承载 见惯了生死的老革命们 看到存放着贺子珍骨灰的盒子 都忍不住落下泪来 在他们心中 贺子珍是最勇敢的女性 是最坚强的战士 是最优秀的表率 他们告别贺子珍 也是在告别自己那段 越来越远的过去 告别最珍贵的珍容岁月 告别一去不复回的青春岁月 贺子珍的女儿黎敏 亲手捧着她的骨灰盒 郑重地将之放在院子中央的桌子上 而后 所有人对着骨灰和三鞠躬 对贺子珍做最后的缅怀 一切仪式结束以后 她捧着骨灰盒 把贺子珍安放到了仪式 回家后 李敏整理了贺子珍留下来的遗物 这位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老革命 她留下来的东西 也只有一些泛黄的衣物 一些书 还有一些她这些年来 记下的各种账单和发票 简简单单三个箱子的东西 向李敏展现了 她的母亲清贫却伟大的一生 贺子珍是一个叛逆的女性 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如此 还在学校上学时 她就能够公然顶撞老师 参加孙中山先生的葬礼 参加革命时 她不顾自身安危 拼尽全力挽救战友 她身体里一流的蛋片 是她一生荣光的见证 让我们肃然起敬 永生不忘